大家好 我是Léo 今天來看緬甸人對上波蘭人 這場比賽是天梯的競技場地圖 OK 先來介紹一下紅色 這位玩家是Balance 他選擇的是緬甸人 緬甸人有這個伐木技術免費的升級 而且緬甸人的森履科技是半價的 所以在競技場如果要打快攻森頭的話 或是要去搶這個森履科技史 都一定的幫助 那緬甸人他的步兵也是會隨一個時代升級 都會獲得一攻的傷害 到地龍時代他的級兵可以變成6加7的傷害 非常的痛 那他的飛鏢騎兵也是在團戰裡面常常出現的單位 那這個飛鏢騎兵是有點媲美 這個西班牙征服者的存在 那緬甸人的後期大象也是坦住最坦的大象 那緬甸人打起來的打法 還算是比較偏向於馬國為主 因為他的工兵單位沒有工兵鎧甲 只有一級的工兵鎧甲 即使你遇到對方強奴 你還是要用你的肉馬或是重裝騎士 去針對對方的工兵單位 用這毛病的話很容易打不贏 那我們接下來介紹一下波蘭這個文明 波蘭這個文明也是我最喜歡的文明 他的大莊園旁邊立即撒下農田 可以獲得8%的食物 所以波蘭人的後期肉量是非常誇張的 波蘭這個大肉馬也有擴散傷害的效果 重裝騎士演發銀貫之後也只需要30黃金 整體而言他算是一個偏馬國的文明 但是他的馬鎧是沒有三級馬鎧的關係 所以後期可能會輸給遊俠國 波蘭人如果要打遊俠的話 只能用重裝長槍的兵 跟戰錘的兵去反擊 這也是波蘭人比較難打的地方 因為他的步兵單位是沒有擊兵的 那波蘭人他也有拇指環跟強弩 所以要走封命路線也OK的 波蘭也比較值得一提是 他是有火炮跟這個大衝射的文明 所以後期的工程方面是比較全面一些的 OK 那來看一下兩邊的上城堡的配置 那我們先看到波蘭人這邊是四個人伐木 大莊園是很早就補下了 也不算是很早 就是一個正常補大莊園的時間 那之前有看過 可能是職業選手他們在練招 他們會在黑暗時代去撒這個大莊園的農田 不確定是不是會變成META 那目前看一下了 波蘭在競技場裡面撒農田 在黑暗時代就撒農田這件事情 感覺並不是META 可是有幾場大家可能會看到黑暗時代撒農田這件事情 那比較多的是還是點下一集農田之後再去撒農田 會比較常看到一點 前期還是吃羊、豬、鹿都是比較為主 緬甸人這邊也是應該走一樣的路線 都是打一個直城 因為兩邊封建時代比較有優勢的話 就是波蘭這邊 那如果波蘭這邊要打快攻的話 那不應該在這邊還在吃肉 應該要趕快去 OK 直接被打臉 黑暗時代直接撒農田 OK 這場比賽我也是沒有看結果的 所以我結果跟中間是沒看 覺得這場對決蠻有趣的 而且是競技場 看一下 OK 那看起來波蘭 還是有一些職業選手會選擇去黑暗時代撒農田 這個 有時候講出來 可能會被一些觀眾朋友說 怎麼可能波蘭不點一集農就撒農田 是傻喔 對 可能我才是那個傻子 我都是點下一集農才去撒農田 職業選手們的打法真的是太特殊了 一般人根本是學不起來 OK 那 因為如果波蘭要提早封建快攻的話 大概在14村或15村的時候 就該出門了 那到對方家裡的時候 喔不是14村15村 大概在17村18村的時候 就要出門了 那一升到封建時代 到他家門可守剛好升上去 趕快去查這個箭塔 那時候要提早挖 那當然也有這個18村 升上去之後馬上出門的方式也是有 那提早出門的好處呢 那就是可以早點打這個石牆 那剛剛破蘭沒有這樣做 就不是打一個封建建塔快狗 那這邊是打一個直城 跳上去 那這邊升級也是很自然的 下了市集跟馬舅 那升級方面也沒什麼太大問題 那升完城堡時代 就要去點這個一級農田了 還有這個一級挖金喔 也要考慮一下要不要去點一下 那在這個時間點 去點這個一級挖金的話 很容易會有這個斷漏的問題 尤其是又要按肉碼 又要按出門的情況下 所以有些人會選擇點 有些人選擇不點 那我個人是不太喜歡 在經濟場這個時候點這個挖金技術的 我會比較傾向於 去出這個肉碼去控下黃金 好 緬甸這邊是沒有下馬舅的喔 他是下冰工廠 有可能是要放棄五個生物 然後讓自己3TC開農 那破爛這邊如果是要去打生物的話 那這邊就需要去用一個 先下修道院 再下城市中心的一個開農配置 好 緬甸這邊是選擇挖石頭 然後蓋修道院 然後打這個飛鏢騎兵喔 哇這個配置很極致啊 這個打法比這個肉碼開局更好 那緬甸人這樣打的話會有個問題 他的飛鏢騎兵呢 會有可能會被YO的僧侶給燒強掉 那YO是中國第一高手 那他的配置是絕對值得一看 我們來看一下他這邊的波蘭配置喔 哇結果這邊 生女直接被尻爛 三下砍死一隻生女 這裡有點尷尬囉 還好波蘭這邊已經升級了清奇兵喔 這隻刺頭用一隻清奇兵去追應該是沒問題 那BALANCE利用剛剛的騷動喔 去順利的撿到第一個生物 而且還是中間這個聖物喔 那YO呢 這邊聖物是撿第二個比較困難 這也是我覺得玩波蘭在競技場這張地圖的一個缺點喔 就是他的肉類很容易斷村喔 大家可以明顯看到喔 這邊TC閒置喔 已經有稍微出現了一些時間喔 拍到了27秒 這邊木頭是有點爆的喔 所以這邊要趕快去撒農田去補更多的大棕林出來 才不會一直有斷村跟斷肉碼的問題出現喔 那現在對手BALANCE 這邊是轉了非常多的飛鏢騎兵喔 讓YO這邊暫時減生物比較困難喔 那波蘭要打飛鏢騎兵的話 比較好打的方式就是轉戰矛 不然就是強奴生女 這些東西是比較好解的 有的人會說可以轉這個重裝騎士喔 但重裝騎士要解的話 數量夠多喔 可能要到地初阿或是地後 才有可能爆出大量重裝騎士喔 去轉型喔 那我個人認為波蘭在這個段時期喔 會被飛鏢騎兵壓制是屬實正常 並不是一個 YO實力的問題喔 是波蘭遇到緬甸打飛鏢騎兵喔 就是這個畫面喔 很難解的喔 OK 那飛鏢騎兵現在果然變成了 這個主宰喔 因為他的地位就跟西班牙之不者一樣喔 如果今天不是緬甸人 而西班牙人的話 畫面應該也是長這樣子喔 然後YO這邊喔 還是有順利撿到一個生物喔 第二個生物能不能撿到 就有點 看YO要不要去爭取了 如果他要去爭取的話 可能生女要按得夠多 甚至還要考慮要不要轉一些 戰矛逼之類的 但可能轉戰矛會來不及撿 所以只能單靠生女去嘗試撿 只能選這個方法會更好一些 那這邊 生女一撿起生物 地圖上的白點就會消失的關係 所以巴拉斯馬上就知道 唉唷 YO來撿生物了 馬上就派兵過來 並不是巴拉斯這邊開圖喔 這邊要稍微解釋一下 斯基帝國的這個生物的機制喔 OK YO呢 他的生物一直被控在這個地方 只能用生女在這個地方 去招搶敵方的飛鏢騎兵 目前看起來飛鏢騎兵是稍微逼退了 但這該不會是巴拉斯的誘敵之際呢 但順利把生物往後搬喔 即使這個生女被擊殺掉也無所謂了喔 反正搬到這麼進門口了 趕快越搬越遠越好 哇 生物順利的到城牆裡面了 這樣就沒問題了 這樣順利的拿到兩隻生物喔 就不會這麼的劣勢喔 好 那巴拉斯這邊是點下了贖罪思想 這樣就可以招搶YO的生女了 那我是覺得有點白點了 因為 YO可能這個生物撿完喔 就不會再去按這個 生女了 剛講就去按了 還有可能真的要轉生女戰喔 如果要轉生女戰的話 那我認為YO的優勢 肯定是比緬甸還要小一點點 長個強奴阿 或是轉中裝騎士喔 可能會比轉生女戰還要好喔 以及緬甸的生女科技是半價的 好 那YO這邊是 選擇要開4TC喔 升城堡時代 升帝王時代 然後下TC喔 這個方法也是我們在影片裡面常常提到的 如果你要趕快追上自己的經濟 或是敵方經濟的話 要趕快再升帝王時代 再補一個 那你升到了帝王時代 就比較容易快到150吋喔 讓自己的經濟全滿喔 科技也比較容易點下的情況喔 好 那YO這邊是補了一個射箭槍 看來是要轉弓兵系了喔 二級射也補下了 他待會要直接轉強奴跟生女了嘛 但是 Balance這邊呢 是沒有打算要直接帝王時代 而是先轉出了衝車 很多選手也講過 在城堡時代暗衝車 基本上就是沒有想要術上帝王 就是他的帝王時間沒有想要上了 就是我要跟你打個城堡時代 逼你跟我對決 但是YO呢 並沒有被Balance這邊牽著鼻子走 他也是走他的路線 但他不是轉強魔 是轉戰毛兵 轉戰毛兵的話 黃金銷會比較少一點 YO的想法可能是要轉戰毛配火炮 還有這個縱裝啟事 或者是轉這個大洛馬 畢克提克遺產 都是比較適合破爛人對上生女 跟這個廢標奇兵的組合打法喔 好 那緬甸這邊是也要來點下帝王斯代了 但YO這時候已經帝王升級好 手推車也補了上去 工兵鎧甲也慢慢升級了上去 好 彈道雪也補下了 工程器製造所 這裡補下了一個 可能是要轉投石車出來 這邊四個射箭場 開始在轉戰毛兵了 YO這裡是補下的話 大學三級射增兵技術 好 戰毛兵數量慢慢存起來 但只靠戰毛是解決不了輕型衝車的 所以這邊就很好奇喔 偷懶 這邊是想要打什麼的一個戰術 好吧 這邊勝旅應該是要被招搶掉了 好 但戰毛兵順利擊殺 第一隻勝旅 第二隻也拿下 FB上來想要去反擊一下戰毛兵 看圖石車一出來直接被集火 只砸了一發 圖石車被收掉了 戰毛兵也被飛鏢騎兵直接反殺了回去 黃金兵還是打得贏 戰毛兵了 這就是黃金兵的優勢 想打誰就打誰 夜問 我要打十個 好 戰毛兵就去解 這邊YO有個細節控的很好 如果你不去控戰毛兵點後方的飛鏢騎兵的話 你的傷害會全部打在沖車上 這一點算是YO的控制力 控制很好的一點 投資車再出來繼續砸這裡的沖行沖車 然後這裡可以打算轉火炮也沒問題 剛剛化學也好 YO這邊是點下了三級農田 三級農田點下之後 農田立刻採收8%效果 再提升一些些 那巴拉斯這邊地方是在補下 二級農田跟耕種技術也補下了 這裡補下了林鎧甲 閩甸人這邊是打算要走一個騎兵路線 因為他的 現在是金罐嗎 現在是銀罐了 銀罐科技可以增加騎兵 對弓兵傷害的加成 所以他雖然沒有辦法用 用這個 戰毛兵去打對方的戰毛 但是他可以用 這個騎兵去反擊 因為緬甸也是有大漏馬的文明 YO這邊是轉出了巨型頭C 我覺得沒有轉強弩可惜 因為緬甸人真的蠻害怕強弩的 只要數量起來的話 單靠飛鏢騎兵還需要點操作 而且YO這邊如果沒有用 如果用閃陣的話 強弩還是稍微能打 還是要轉弩兵是不是 OK講了這麼多 我想說波蘭不轉強弩真的很難打 個人經驗 這邊城堡 有點危險了 這邊巨型頭C可以架了起來 波蘭這時候點下的工程工程師 這個科技超級昂貴的 居然是在強弩之前先點上去了 這邊由於沒有強弩的關係 遇到前方輕騎兵 就只能被爆砍一波 所以緬甸這邊轉弱 是相當正確的選擇 這邊戰毛兵有一個細節好評 瘋狂點後方的飛鏢 這一點是YO做得很好的 但這跟城堡應該是蓋不起來 前繼續傷害 戰毛兵繼續攻擊 收掉一台巨型頭C 後方強弩終於出來了 炮武兵現在是全滿狀態 拇指環不知道剛剛有沒有點了 剛剛沒有看到 這跟城堡應該是蓋不起來了 因為後方的巨型頭C就已經架了起來 但是這跟城堡居然被拆掉了 有點意外 結果波蘭這邊城堡也是被收掉 波蘭這邊轉強弩之後 打落馬上位行李也不錯 高只要趕快升級三級馬太 大概也剩15秒時間而已 那波蘭這邊遇到對方轉出洛馬 可能自己要轉一下重裝騎士 或是也轉出列克皮克一場 跟他洛馬大車拚 可能會比較好 這個洛馬數量真的是有點多 再一刀砍掉火炮 哇巴蘭斯這邊這一刀相當關鍵 這火炮少了一台就差很多了 這火炮少了一台就差很多了 這邊是點下了二級挖金 挖金可以挖得更快一點點 城堡還是要趕快去往外面 空圖起來 YO這邊是直接把馬就蓋在野外 看到下方 這邊有在挖金礦 左邊這裡有金礦 兩邊的野徑都在偏角落的位置 那目前YO有主動權嗎 看起來 紙砲強盧跟戰卯是有點偏困難的喔 沒有前排當坦克 對方有洛馬可以吸傷害 但是火炮後面砸一發 但巴蘭斯這邊直接用了閃陣 但YO這邊全部攻兵 基帶一起很危險 因為飛鏢騎士會有打外的狀況出現 打外就會有擴散傷害的效果 這邊射掉了火炮 射掉火炮前方的洛馬 講完整 YO這邊是補下了品種 分動技術 還有這個馬卡 然後趕快提升上去 這邊還是要轉洛馬 畢竟YO這邊的特性 轉洛馬是非常優秀的 甚至比緬甸的大洛馬更強一點點 我覺得 烈克提克遺產傷害是非常可怕的 這邊要轉烈克提克遺產 還有這個大洛馬升級 黃金還是需要一些的 這邊可能要斷強姆才有可能 去轉出烈克提克遺產 還有這個大洛馬升級 YO這邊黃金是有點少的 馬卡也是優先升級的上去 但自己的巨型頭司機 也被敏捏的火炮給反擊回去了 最後下方城堡還是活了下來 這裡開桌超度拉打 這邊拉打有點難打 來打囉 YO這邊是點下了烈克提克遺產 羅馬我後拉 先獲得擴散傷害效果 來看一下後方羅馬互打 哎呀 我來啊這個青騎兵還是打不贏 匈牙利青騎兵啊 人家血量多15滴血 這個傷害呢也是差了一些 這件普蘭大洛馬是會多加兩攻的 是9加4 匈牙利青騎兵是7加4 這傷害還是有點差了 當然沒有關係 YO這邊還是馬上補下了大洛馬升級 但農田是有點少了 這邊大莊園趕快撒一下 至少要補到50片田 但是穩定爆出這個大洛馬去反擊 這邊大洛馬 開始往回推 現在傷害開始有點打得贏了 多加這兩點的傷害值 是差很多的 9加2 緬甸劍狀 哇靠 忽然大洛馬有點麻煩 現在用緬甸劍青騎兵有點夾不太住 反正鬼轉一波騎兵出來 6加7的傷害騎兵是非常難產 甚至貼到村民或是強弩 也可以快速攻擊 所以我也會把這個緬甸的騎兵 稱作為趙雲騎兵 非常的難產 好好幫這裡收村 尋常要釐清騎兵 血量5點 95滴血 然後村民還是會暴血 這邊分兵去騷擾 YO稍微解掉了家裡的問題 看對方的半暗死這邊的 飛鏢騎兵數量又起來了 21隻 而是右邊這個黃金 YO一直沒有拿下來 這一點就有點危險了 個人認為可能要在這裡趕快補個城堡 先控住黃金 安定一下軍心 不知心有點危險 沒黃金待會怎麼辦呢 就搶不出軍隊來了 就能踩這個大陸吧 看到YO這裡完全斷金了 靈人挖金 當然飛鏢騎兵打前排的傷害還是非常的痛 前排已經稍微有一些疾兵走出來 而且火炮是有4台加上2台 巨頭實際攻城速度相當快速 後方的強烏一直在原地開火 但這裡沒有辦法 前排已經全部倒光 強烏數量也不夠多 只有17隻的數量 至少20隻以上 才會有比較明顯的 抵抗對手的威力 強烏真的是需要數量堆疊 這邊城堡硬是修了回來 但修的速度並不是很快 對方的火炮加上巨頭直接集火 回頭打了一趴 打掉了一隻強烏 但前方的飛鏢騎兵也是阻止了回去 這邊大陸馬又是想要上前 但是即便已經升級好 6加7的傷害 戳到這個肉馬就直接是爆血了 修道院這裡 是被打出來了兩個瞬物 這個傷害應該是沒救 後面要再補修道院 但感覺現在手術有點太忙 修道院這個不是最迫切的事情 但是正面跟黃金要怎麼顧下 以免斷機沒有辦法繼續打 突然這邊強烏數量還在13隻 沒有繼續補起來 遇到這些騎兵 只能用強奴慢慢射 不然就轉一些戰矛回去 那這邊成功使用一些新騎兵堵在門口 讓對方的騎兵沒有辦法輕易進入城門 強奴順利的解掉了這一坨的單位 左邊這裡蓋了一根城堡 想要控制這裡野心 但是被八爪直接抓了包 這裡也變道德堡 84.35% 中止了這個城堡的建造 右邊這裡也補下一根城堡 果然馬上補了一根堡 那班人士看到左邊你居然想要碰我眼睛 然後先拉巨頭開拆 那城堡在建造好之前 他是沒有任何防護力的 所以被拆除的速度是更快的 比你建造好起來速度更快 把這個拆很快就拆掉了 這裡有記得取消 還是直接放棄了 不理 沒有取消掉 直接放棄了那根城堡 這裡更多大洛馬直接堵在這個門口 YOW的現在大洛馬很難突圍成功 遇到對方起兵還是有點難扛 但是已經有黃金可以開挖了 這裡要趕快拉些村民過來 現在YOW的村民居然沒有滿200人口 一直村民維持在 人口數維持在124 但是巴蘭斯一直維持在200人口狀況 現在可以資訊顯示 巴蘭斯經濟來說是比YOW這邊是好上一點點 這個麻將最後也沒有蓋好 巴蘭斯這裡補了一根城鎮中心 這裡圍一下 把裡面這隻臭命圍起來 這樣可以繼續建造 好 這裡大量的擊兵往後防守一下 但家裡這個洞都已經補好了 所以現在要入侵進去 只能靠這個挖串的木頭 才有可能進去 那巴蘭斯這邊防守的 水蜜不通 水蜜不屑 看起來是有點 防守實力偏好 好 YOW這邊強奴拍攝 這裡面進行的輸出 這一坨強奴射了幾隻 哇靠 46隻的單位了 有點多 但是巴蘭斯這裡有大量的槍兵在這邊助手 巨型頭實力 哇 這裡暫時沒有火炮 要趕快藏火炮才可以反擊回去 那 緬甸人這裡也是有火炮的 那好消息是他的火炮 暫時還是能打的 雖然還沒有這個工程工程師 欸 電舞工程工程師嗎 這一點有點忘記 好 這裡城堡 夾住 夾不住 哇 這邊開始有點且打且退 我們這個火炮有點往前 要不要強奴往前走個幾步 直接點掉呢 哇 好像有點太遠了 果斷不追 結果後面回頭打個一炮 後面死了三隻強奴 好 黑標奇兵 現在是按身體健康了 並不是要把飛鏢當成阻力了嗎 現在只剩下六隻喔 哇 還是有在補 看到數量少了還是有飛鏢過來 那緬甸這裡打法還算是很正常 對上破爛的打法是OK的 哇奧這邊應該還可以再撐一下下 甚至還有反推的可能性 雖然看起來哇奧一直是被壓制的 而且人口一直沒有滿200人口 那待會他再補一些村民喔 再把這個經濟拉起來 要打贏巴南斯 應該也不是太困難的事情 感覺 忽然這個文明喔 還是要透過大量經濟喔 去壓制對手會比較好 人口要盡量維持在200人口 好 巴南斯這裡才點下了精銳飛鏢奇兵喔 好 這裡火炮再打個一發 掉了 好這邊多了馬 直接衝了進來 好後面已經說大洛馬衝了進去 前方的飛歐奇兵 站到了牆的正面子 這邊射穿 但後方大洛馬已經開始騷擾 YO家裡的農田區域 這裡非常多的大洛馬 直接被大洛馬 砍到生活法治裡 也將要派一些軍隊去進行血訪喔 哇這裡村民是掉得非常快速 YO又繼續補了村民過來 但強奴這裡的數量 好像有機會可以往回推 好這邊YO抓到一個機會 欸 你軍隊往前 但是你洛馬都在我家後方 但後面好像被圖爛了 哇靠 這裡大隊村民已經沒有在田裡種田了 好看來要正面了 正面在這裡 阿蘭斯決定要正面迎戰 槍兵數量非常多 對喔可能會戳到強奴喔 強奴血量會掉很快 即便傷害實在太高 趙雲擊兵戳爛了 YO的強奴 哇這個強奴有點尷尬了 數量只剩下18隻 好但右邊這個承認中心 是被YO給拿下來 黃金暫時還能挖 目前暫時還可以挖 所以現在誰勝誰負還不好說 反正倒是半暗時這邊黃金 只剩下這一撮 這一撮挖完 還有後面一撮五個人再挖黃金 這一撮 就沒有黃金了 所以YO這邊再夾一下 再夾一下 黃金只要能守住 都還有希望 這邊YO使用大量的大中原 再把自己的經濟再回農了起來 好後面這裡有非常多的農田 好這裡射穿了前排的匈瑪利七騎兵 抽防大羅馬繼續往上捕了過來 好這裡繼續射穿 好二十隻一隻強弩 右邊的大羅馬 看起來要被拆光喔 哇這個黃金就沒有空下來 按起來YO 有點假不太入了 這邊大羅馬要趕快繼續按 為什麼YO不轉重裝長槍兵 因為他的重槍 雖然可以戳 雖然可以戳 修瓦利七騎兵沒錯 但是他打不贏對方的疾病喔 就算你 就算突然有這個疾病的升級 也戳不贏6加7的疾病傷害 那這邊呢 海獅子能依舊用大羅馬當作坦克 不然就是要轉戰錘兵了 但戰錘兵呢 又需要吃到黃金喔 又會吃到強弩的數量 那維持這個強弩的數量 是非常吃金礦的 好 YO這裡看起來 失守了最後的兩塊黃金 當然他是波蘭 可以再去噴這個大羅馬 攻擊力9加2 欸? 你怎麼沒剩三級攻 混蛋 YO可能是忘記要點三攻了 這難道是伏筆 沒有三攻的伏筆 好像有三攻好像也打不太贏就是了 好 這個 斑蘭斯緬甸這裡的攻勢 非常強 而且擊兵出來波蘭真的是很難打 好 這邊又暫時夾住 但YO的創民術只剩下88吋了 創民術沒有再繼續上去 好 這邊再稍微扛一下 好 又回到這個城門的宅口 好 這邊城門宅口直接棄手 好 車位回城鎮中心嗎 這裡擊兵直接上前戳到了強弩 強弩 強弩血量掉得非常快 YO這邊的強弩數量少到只剩下9隻了 剛剛回到騎兵也是往那邊丟了一大堆的飛鏢 點掉了非常多的強弩 這一波讓YO有點虧不成軍了 好 這邊趕快急轉戰矛 但是打出了GG 最後兩邊出了非常多的大羅馬 307隻的虛弩利青騎兵 對上270隻的波蘭 易騎兵 當然看起來 Balance這邊的經濟再更好一點 來看一下經濟吧 經濟的部分 果然是贏了YO這邊大概1萬的資源 基本上是資源全贏 YO這把這個村民術一直沒有補上去 不知道是什麼原因的 感覺上是村民被塗了一波之後又忘記補 可能也是要穩定前線的軍心 按了更多的大羅馬 去補到前線 或者是他在邊打手機 邊邊再打也有可能 不知道YO這場是出了什麼狀況 聰明書一直沒有補得非常多 好啦那麼今天的影片也就差不多到這裡了 那如果喜歡這部影片請記得幫忙下訂閱 我們就下次再見囉 各位掰掰 我們下 回看 會不會 做影片 我們兩次你們 下 回看 你們下